至此滤疾会为百分之百 一旦发病无药可医 且死状极为惨烈 民间传言其潜伏期可达二十几年 狂犬病为何这么可怕 网上所说的时日观察法是否有用呢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聊狂犬病 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毒导致的急性传染病 因为在发病时 会表现出肌肉痉磷 怕风 空水等症状 所以狂犬病又被称为空水症 狂犬是一种人兽共患的疾病 多见于猫 狗等动物 而我过的狂犬病大多是由犬类传播的 占比95%以上 其次就是猫 另外 幼 狐狸 狼等动物有传播风险 而牛 马 羊等家畜 以及兔子 老鼠等捏齿动物的传播风险较低 蟹类 鱼类 昆虫 蛇等动物 不会感染或者传播狂犬病毒 狂犬病毒的传播途径 大多为被动物抓伤或者咬伤 此外 如果被发病的动物 天使空腔 肛门等粘膜 或者是没有愈合的伤口 也会造成病毒的传播 注意 这里说的是发病的动物 另外 对狂犬病动物的宰杀 也可能会导致病毒感染 当然 如果把肉类彻底煮熟 或者是经过巴氏消毒法处理过的奶制品 是不会传播病毒的 因为现在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 所以一旦患病 死亡率几乎为百分之百 目前世界上也确实存在一些狂犬病治愈的隔离 关于这个 我们会在视频的后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当然了 即便如此 对于狂犬病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既不要过度恐惧也别太不当回事 和普通的病毒相比 狂犬病毒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走寻常路 一般情况下 病毒在入侵人体之后会大量的进行繁殖 然后和人体免疫系统进行对抗 比如我们平时的发烧 其实就是免疫系统在和体内的病毒打架 但狂犬病毒却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它更像是特种兵 与百万军中去第一将收集 狂犬病毒是一种视神经性病毒 在进入人体后 它首先会感染基细胞 并在伤口周围小量增值 所以说当我们有被抓伤或者咬伤之后 要立即用大量清水彻底清洗伤口 如果有条件的话 还可以用肥皂水和清水交替清洗 之后 病毒就会通过神经末梢 潜入神经系统 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常说的潜伏期 而在潜伏期内 人的身体是不会出现异样的 狂犬病毒的潜伏期长短不一 大多数都在三个月内发病 短的可能会在几天内发病 长的可能会有几年时间 至于网上说的十几年潜伏期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 狂犬病毒潜伏期的长短 和被咬者的年龄 被咬位置 伤口身前等因素相关 在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后 一定要去打狂犬疫苗吗 在进入神经系统后 狂犬病毒会一路逆行 进入人的中枢神经和脊椎神经 这时候感染者就会出现 站立不稳的症状了 不过 因为狂犬病毒 隐藏在神经当中 所以人体的棉系统 还是无法察觉到它的存在 接着 病毒会沿着脊椎神经 进入人的大脑 然后在这里大量繁殖 并且逐渐扩散到 由神经系统其他的其他器官 对其大肆破坏 这个时候狂犬病就已经开始发作了 由于人的大脑 脊椎 内脏等 中枢神经衰竭 无法恢复 身体就会出现低热 恐惧的症状 在病毒刺激咽喉部位的神经时 人的喉咙肌肉就会失去控制 产生痙攣 吞咽困难 怕水等症状 这时候人体免疫系统反应过来了 开始对病毒进行追杀 不过很可惜 因为人的大脑有一层隔离膜 这层隔离膜不仅会抵挡一般的病毒 也会把抗体阻挡在外面 所以抗体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狂犬病毒大肆破坏 都无法将其消灭 为了更好地进行传播 狂犬病毒会攻占唾液线 使其产生大量带有狂犬病毒的拖延 等待下一位不幸的人路过 这就是为什么狂犬在发病后 会流汗喇叉的原因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治疗狂犬病的有效手段 但是我们可以对其预防 也就是注射狂犬疫苗 狂犬疫苗能够提前唤醒人体的免疫系统 并在狂犬病毒进入中枢神经之前 将棘脚杀 不给他们繁殖的机会 那么这就有人问了 被咬后一定要打狂犬疫苗吗 在这里我们首先给大家一个方法进行判断 首先人体皮肤的暴露程度 可以分为三个等级 一级和动物的普通接触 比如抚摸或者是喂养动物 这时只要动物没有疑似症状 完全健康 你的皮肤没有破损 那就没有事 二级皮肤被轻咬 有轻微的抓伤或者擦伤 但是没有出去 三级皮肤被贯穿性的咬伤或者抓伤 有出血情况 或者破损的皮肤 棉膜被痛苦舔血 一般情况下 一级暴露是不需要打疫苗的 而二级和三级暴露是需要打疫苗的 另外如果情况严重 还需要注射狂犬免疫球蛋白乎血情 另外网上所说的时日观察法 是不是有用呢 所谓时日观察法 指的是在被可疑的疯动物咬伤 抓伤后 将动物系留观察十天 如果咬人的动物在十天内没有死亡 则证明咬人的动物 虽仍有可能是狂犬病毒携带者 但此动物一定不具备狂犬病病毒传染性 被咬的人可百分百排除 被传播狂犬病的坑 由于我国有很多的流浪猫狗 所以时日观察法并不适用我国 所以一旦报了等级达到二级以上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医 然后根据医生的建议 决定是否注射狂犬疫苗 致死力近乎百分之百 感染了狂犬病是否意味着必死无疑 到底有没有治愈方法 其实世界上的确是存在狂犬病治愈案例的 2004年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小女孩珍娜 作者轮椅来到了威斯康星儿童医院 在进行一番检查后 医生威洛比发现 女孩的左半身出现了震产软瘫的情况 从她的检查结果来看 她很有可能是被某种病毒感染了 但奇怪的是 所有的病毒检测报告都是阴性 之后珍娜被推进了ICU 此时她的嘴里不停地咕噜咕噜冒泡 在看到这些症状的时候 威洛比医生瞬间产生了一个想法 流口水 发烧 病毒感染 难道是狂犬病 在仔细的询问之下 威洛比医生得知 珍娜在一个多月前曾被蝙蝠咬伤过 没过多久 检查结果出来了 珍娜的确是狂犬病 狂犬病 一个在患病后几乎百分百死亡 令无数医生闻风丧胆的传染病 虽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女孩基本上没救了 但是威洛比医生还是想要试一试 按照当时的研究 患者的大脑损伤并不是狂犬病毒 直接对大脑攻击造成的 而是来自疾病的并发症 患者通常是死于神经系统受损导致的器官衰竭 那么假如有个案例 能够让大脑的功能暂停 使其免受并发症的影响 并且维持身体免疫系统正常运转 逐渐地消灭病毒 患者是不是就可以得救了呢 另外关于狂犬病还有一个假说 其核心观点是 患者是由于大脑里面的生物分子 不能彼此平衡 得导致其死亡的 而一些实验证明 绿安酮似乎能够作为 平衡患者神经地质的桥梁 最终 威洛比医生把决定权交给了珍娜的父母 而他们两人也愿意放手一搏 在药物注射进珍娜的身体后 她的冬眠之路开始了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在第十天的时候 珍娜醒来 在第31天的时候 她体内的病毒检测结果 转为了阴性 在第76天后 她出院了 不过接下来 她还需要接受很长时间的康复治疗 后来人们将这种方法称为 密尔沃基疗法 当然珍娜的成功 并不意味着狂犬病可以为彻底治愈 因为在后来的实验中 这种情况出现得非常少 到2015年为止 在48例接受此疗法的人当中 只有7个人存活了下来 而我国于2017年 在南方医科大学进行的一次尝试 最终也以失败告终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狂犬病仍是一种 几乎无法被治愈的疾病 最后再说一点 对于狂犬病 我们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既不要过度恐惧 也不要太过放松 尤其是现在 夏天就要来了 我们在和宠物玩耍时 一定要特别注意 如果不幸被抓伤 一定要及时就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对节目内容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